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要如何轻松的把手链带上 像这种链条式的手链 要自己带上其实没有这么容易 因为我们只有徒手 然后可能这样绕一圈 这个虾扣的地方 要用一只手把它打开之外 还要扣到它的延长链上面 通常都会这样一直滑掉 所以通常都是请朋友啊 家人啊 帮忙带 那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自己轻松的带上 我们看网路上有人卖 不求人 不求人手链 不求人带手链工具之类的 然后看它大概卖200块上下 它就是一个杆子 塑胶杆 然后下面接着一个勾勾 金属的勾勾 它的勾勾就是要让你勾住这个 环 勾住之后呢 你就可以固定 握在手上固定就可以扣上 但我觉得蛮贵的 那今天介绍大家一个方式 就是不用花任何钱 就可以自己轻松的带上 这样 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这个 回纹针 像家里或办公室一定都会有的 就把回纹针搬开 这样让它呈现这个长度 然后就把它勾在 延长链上面 勾好之后呢 把它握在手上 然后把手链 套到你的手环 这样子它的 手链的部分这边 你因为握住了 它就不会动 它就不会一直滑下去了 这时候你另外一只手呢 就可以把虾扣打开 然后轻松的扣在 你需要的延长链上面 这样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只要有回纹针就可以了 但是呢 有个问题就是 很多女生的手链 并不是像这种 孔很大的链条 或者是甚至 连延长链都没有 像有些纯银的 女生的纯银手链 它就是很细 然后它也没有延长链 所以它就只有一个 那个 一个圈圈 然后直接用狭口就要勾到 这时候你 回纹针就派不上用场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 像这种 延长链的孔 或者是链条的孔 让你穿 这时候还有什么方式呢 介绍一下第二种方式 就是用膠带 膠带 相信家里跟办公室也是 一定会有的 文具用品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如果你遇到那种 很细的手链 没有办法 使用回纹针的话呢 你也可以考虑用膠带 那一样就是把手链套上 套上之后呢 然后你就看你要勾在 你要 假如它这边没有延长链 它就是要扣在这个环上面 就把它黏在 不要黏到那个环就好了 就黏在上面 然后让手链 固定在你的手腕上 是不是膠带更方便 然后黏完之后呢 就可以一样把扣头打开 那我们徒手打开这个扣都觉得 就是没有很简单了 更何况是 没有任何工具 情况下要戴上 其实是非常 不容易的 那只要有了膠带 就可以很轻松利用一只手把 虾扣 扣上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回纹针可能适用在链条 跟有 延长链的时候 那胶带就没有线 它可以适用在任何手链 就是任何你可能 自己不好戴的手链 都可以 用胶带 是不是可以 非常方便的 就让自己把手链戴上 而且 还不用花任何钱 介绍给大家有这两种方式 大家如果 如果 平常戴手链都要花很多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 这两种方式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 对于手链啊 佩戴方式 或者是有其他手链 这两种 都没有办法 戴的话 欢迎留言跟我们说 因为我目前是 还没有遇到 我们卖场的所有手链 都可以用 这两种方式 很轻松的 就是 自己把它勾上去 所以如果你手边呢 有 这么特别的款式 没有办法用这两种 戴上的话 欢迎拍照啊 或者是 留言跟我们说 让我们知道 原来还有其他种手链 是没有办法 用的 我们就会再拍影片 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先这样咯 拜拜